伦敦地鐵站大廳突然出現奇景 電影《魔鬼克星》裡的經典反派 巨大棉花糖寶寶破地而出 吸引許多遊客驻足觀看 抓鬼大隊接到電話後 即刻出動為民除害 來到好萊塢《魔鬼克星3》首映會 抓鬼大隊正在熱舞 四處可見電影經典元素 四位女主角與導演 隨後來到了抓鬼大本營紐約 為帝國大廈公益點燈 這部1984年經典重拍電影 造勢活動卯足全力 只為換回影迷熱情 由於魔鬼克星3 將主角全員轉換成女性 引發眾多影迷不滿 預告片被91萬人按下不喜歡 成為YouTube史上 負評最多的電影預告片 對此充滿喜劇細胞的女主角們 反應相當正面也十分搞笑 導演保羅費格過去曾指導 伴娘我最大吉麻辣間諜等 一種叫好又叫做的喜劇電影 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 他一點也不後悔翻轉角色 我感覺很棒 我真的覺得大家都會覺得很愚蠢 因為他們看到電影 只是為了玩笑 而為了讓你笑 而我只能想像是 我們能讓你笑得太多 我們能害怕你太多 還是不太多 這就是我真的在意 經典重開機 超越前作原本就難上加難 不過 愛搞笑的女主角們 以及徹底顛覆雷神形象的 克里斯和斯沃 都為電影增添不少話題 不就不動 驚喜 救命 你搓 我肚子 我擔心 轉角, 會 打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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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